阿姨 她听我的 死孩子 以为我会上当 想让你老娘投降 你还太嫩了 我看你怎么往下眼 妈 我 阿姨 我觉得吧 一年太慢了 半年 不 三个月 你们三个月好好相处 然后三个月之后呀 就定下来 婚宴不办 可以旅行结婚呀 到时候 你们俩跟我们俩 我们一起去旅行 怎么样啊 三个月 忍不住了 爸 我觉得三个月太浪费时间了吧 阿姨 刚才杨华说的那些呢 都是她自己的想法 你也知道 她这个人比较传统 也怕您接受不了 看起来 你一点都不了解阿姨呢 既然您这么开明 那我说说我的想法吧 我跟杨华呢 虽然才短短认识了几天 我跟杨华呢 虽然才短短认识了几天 我跟杨华呢 虽然才短短认识了几天 其实我自己有房 结婚以后呢 杨华可以住在我那儿 工不工作都可以的 我的工资可以养活我们两个人 就是我这个人吧 工作有点忙 所以结婚以后 家里的家务 你就得多操心点了 等等 等等 那个 你的意思是说 我们杨华 去当商门女婿啊 你也可以这么理解 你这 其实我认为呢 结婚就是两个人的配合 我这个人擅长工作赚钱 杨华呢 细心耐心 可以把家里打理得很好 我觉得我们两个这样 很完美啊 我觉得这个结婚呢 是个大事啊 好 结婚呢 双方一定要了解 要相处一段时间 不要急着结婚 那个 杨华 你也是这样看的 阿姨 她听我的 看得漂亮 直接挑战我妈女主人的权威 控制月 才是我妈的死缺 才是我妈的死缺 秦小姐 什么时候结婚我不反对 但是结婚之前 双方父母总该见一面吧 其实见不见都可以 我们家我说了算 我爸跟你一样 也是一个特别开明的人呢 我爸呢 他结过三次婚 他每次见着我都要说呀 在我这个年纪 他已经结两次婚了 孩子都有两个了 实不我代呀 妈 我刚才不见了 我太后来说 我刚才不见了 你不要再来 对我 你不要再来看 我吃的 我太后来说 我太后来说